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我是尊峰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四月份的一个定调 虽然还没到 还不剩下没几天呢 不过我想风险跟机会并存 那为什么一直要告诉大家 这一件事呢 因为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多头大军呢 槟城临下即将要跟呢 看空的呢一掘尺雄 那这样的一个交战呢 我想很多的一个个股呢 会出现陈冯老师所说的分歧 各自表态 那他要往哪边表态 陈冯老师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可以知道方向 我可以知道方向 所以这一次的铁板区 是不是呢 会成为跳板 来各位今天的一个图卡 秀得非常快 时间有限 会不会是一个跳板 这样的一个跳板呢 我想陈冯老师对这样的一个 整个局势的一个走势呢 我想特别的有信心 当然这个信心 还要夹带着一份的怎么样 谨慎 现在没金钱没得到啦 你说我这个股票 我买了 我就连喷三四根四五根 同事朋友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每一天都有个利空 今天的一个节目到最后 陈冯老师会告诉你 有这三种 镜头 你如果操作股市 有这三种的一个状况的 你非常适合台股在那家 你非常适合陈冯老师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如果有一些热门股 陈冯老师呢 今天会特别的告诉你 你就是要加入我的台股 在那家的社群平台 我会告诉你 怎么样的一个走法 才是最强悍的 怎么样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突破 哪一个关键价位呢 才是最有利的一个阻力 今天这个价位呢 尤其是长荣 我也会告诉你 只要你愿意动动你的小手指 加入陈冯老师的TG平台 你就可以得到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操作长荣的 你可以来看看 你可以来看看 所以接下来大盘 我只告诉各位 包括本周 包括三月 清明廉价之前的台北股市 两个大计 第一个 缓步拉高之后呢 成交量放大 然后下跌 这是最差的一种 第二个 直接怎么样 直接开怎么样 直接开怎么样 开怎么样 这个叉叉呢 我留待 礼拜五的时候 来告诉大家 甚至不排除 我礼拜三就说了啦 因为我个人认为 它即将呢 有机会出现 各位 开盘不是陈冯老师在开的 但是如果开出这样的盘 陈冯老师就会疏忆了 就会小心了 所以你想知道 陈冯老师 对于大盘的一个开盘 诶 是开怎么样的 会特别小心呢 来赶快加入我的TG 加入我的TG MONEY268 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让陈冯老师告诉你 台北股市最忌讳 哪一种开盘法 哪一种开盘法 所以接下来 既然多头呢 已经冰城临下了 要跟空方呢 一决之雄了 我想联电 它就不能再归缩了 联电不能再缺了啊 既然整个整体的那个波动 都已经这样往下往下缩小了 甚至已经出现怎么样 反弹了 我告诉大家 54块半 手稳之后呢 58块半 就一定会来 也必须要来 也必须要来 所以今天呢 5月22号的一个五分k 联电我就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假突破洗盘之后的 直接反转向上呢 就是要来做攻击 就是要来针对 55.8元呢 跟着58块半呢 来做一个怎么样 强势的一个攻坚 那为了就是什么 61块半的缺口 为了就是61块半的缺口 所以 陈风老师定调 3月到4月初 这一段空窗期 只要外资的卖压不来 这就是内资的一个天下了 内资 包括各位所熟悉的 投信 包括各位所熟悉的 主力大户 所以为什么 待会节目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2603的长龙 只要这个价位 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 我告诉你 企图心非常的弱 非常的弱 软弱 那如果软件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买了 我们就不要买它了 筹码好 也不见得 一定短时间 就要往上喷 也不一定 它可以先下个20% 再往上涨个30% 甚至往上涨个5-60% 但是这一段 陈锋老师的一个价位 可以让你避免掉 可以让你避免掉 这次待会儿呢 陈锋老师会跟各位分享的 怎么拿到 我也会跟大家来说明 所以联电的部分呢 我想本周 58.5 58.5 这不是什么神圣的名牌 这是陈锋老师跟联电 直接的一个对决 直接的一个对决 既然陈锋老师对筹码 这么有自信 他会拉到哪里 陈锋老师就在这里告诉你 58块半 首次就要来挑战 就要来挑战 大家拭目以待 锁定陈锋老师的台股站那家 让陈锋老师用筹码 让陈锋老师用底牌技术呢 来服务各位投资朋友嘛 你今天来看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今天来看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所以眼光要够远 你敢说要够远 有够远 两周都卖不下去了 两周都卖不下去了 抱歉 绝地反攻的时刻 绝地反攻的时刻 来跟着陈锋老师附送一次 联电会首先挑战哪里 好 你有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如果你有联电的 就抱着吧 就抱着吧 所以今天为什么放这张图片 有点模糊 为什么 因为各位要看远方 要看两个月 要看三个月 要看这么远 看不看不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什么 乌克兰在打仗啊 乌克兰在打仗啊 那去年的12月在看什么 去年12月在看什么 在看中国的恒大事件啊 每一个时期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股市 都会有利空啊 都会让你下不了手 都会让你呢 完全不敢买股票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 投资人就是 没有陈锋老师的口讯嘛 你没有嘛 你没有嘛 所以陈锋老师在去年的12月 告诉你钢铁的时候 我说必来 必定来的时候 我遥准的就是中国的政策 即便到现在3月22号 我所做的股票 我所看的股票 我所锁定的股票 全都是政策 还有加上筹码 还有加上筹码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底牌技术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里的操作难度呢 系数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怎么样 把你的眼光放远 怎么样把你的眼光放远 我今天 这15分钟 今天录影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整整15分钟 我不停的 就是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应该要 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加入我的这个平台 保你平安 你加这个平台 加一倍 保平安的啦 保平安的 那保平安保什么 真的有状况 陈锋老师可以叫你 焦底抹油啊 不用钱啊 免费啊 我要让你活下来 我要让你呼吸的到空气啊 你现在都呼吸不到空气啊 为什么 因为你在高档没有卖嘛 你中美金没有卖嘛 你环球金没有卖嘛 你任何 只要相对高档的 你从来都没有卖 你每一次的反弹 每一次的涨停 都是在等解套 从来都不是在等获利 因为你习惯性的 all in 你习惯性的去买一些 奇奇怪怪的股票 买什么友达 陈锋老师很诚恳的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买友达呢 24块都站不稳的一个股票 我对友达没有太多的想法 现阶段完全都没有 你会去抢那一段价差吗 不会嘛 不会嘛 那现在如果同样的东西 长龙因为现在买嘛 也不会嘛 当然我告诉你筹码OK啊 筹码OK啊 今天情况紧急 我告诉大家筹码是怎么样 黑桃2啊 黑桃2啊 可是他如果 接下来 接下来 他没有过 这个关键的价位 我告诉你 他就从黑桃2 直接转变成为梅花山啊 各位大老二有没有打过 大老二有没有打过 每一次那个梅花山 就是最没有用的啊 单一支是最没用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到梅花2 好像看到鬼一样 都先打出来 看着鬼啊 哇这一支 那梅花山怎么样 才会是最强的 他要跟大老二搭配啊 要搭配起来啊 那现在 这个价位 就是等同于 他需要搭配 他需要搭配 跟筹码来做一个搭配 也要过这个价位 我告诉你 你做多 2603的长龙 你才有机会 你才有机会啊 那至于这个价位是怎么样 如果你是空手的 你想买的 抱抱歉 你这个价位没过 你买看看 你买看看 你买下去 我告诉你绝对黏住 绝对黏住 所以这就是底牌技术 陈峰老师一直 不断的告诉各位投资朋友的 就是这么一咪咪的一个关键 这一咪咪的关键 你会觉得说数字没什么嘛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的时候 你自己都合不上 自己都加 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了 第三次叫你加入 陈峰老师的 台股战略家的一个TG平台 Telegram平台 你加入就有了 加入就有了 加入就有了 我今天po的 你加入就有了 所以今天长龙走出什么样的局势 软弱 还没有过 软弱 软弱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要跟他PK的话 没有过这价位 你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所以四月份接下来 乾坤大挪移 财产重新分配 你现在是空手的 你现在都没有股票的 他就是要来要你的钱 那 对的股票 来要你的钱 没有问题 低买没有问题 问题是 很多时候的投资朋友 你就会怎么样 看到一个娘 自己快点快点快点 所以现在 钢铁在涨 你看 随便就来一个利多 最大的炼钢厂就摧毁 女艺员正式 遭到二军攻击 原物料 就怎么样 来做助攻了嘛 过去怎么没有这个新闻 两个月前怎么没有这个新闻 三个月前怎么没有新闻 你会不会认为 新闻都是settle好的呢 你会不会认为呢 对不对 光会天下还没有表现 我知道啊 陈本老师告诉大家耐心 耐心啊 耐心啊 因为原物料 尤其是钢铁 我才三月初告诉大家 正要开始 不会是只有 那个三个percent 五个percent 没有那么两光 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说 持有怀疑的态度 没关系 这个平台 让你持续的来做验证 这个平台 来让你持续做验证 所以如果你买股票 你有三种症状的 你有三种症状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不知道怎么买的 三个黑白怎么 三个黑白买的 买一些什么 高档的IC设计的 要管的IC设计的 连续三个月 都还绕在原地的 小心 小心 我不说是谁 我不说是哪一档 你只要看到 这一档骨架呢 连续三个月 都在原地打转的 化成一个直线 它都没有 出托出那个范围的 我在说的就是那支 那支是哪一支 你自己去看看 很红的 两三支都很红 绕在原地 绕着地球跑 它是怎么样 绕在这个 平均成本线跑 一个利空 我告诉你 往下钉了 像滴水一样 咚 就下去了 咚 就下去了 所以你要去追这些股票吗 第二个 你有什么阵头 买股的时候 在爆股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关键的 一个抠讯的时候 你会怕 你会怕的 整个人生活品质都不好 晚上睡觉 还要梦到自己在做股票 很辛苦啊 很累啊 把这样的一个累 交给陈锋老师 我来疼就好了 疼疼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累 累我一个人 我告诉你 接下来这个点位要怎么走 我给你安心 如果你是这样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 陈锋老师的台股战略家 很适合你 第三个 如果你喜欢做波段的 跟陈锋老师是一样的 对不对 喜欢呢 人家讲大肠包小肠 长线包短线的 对不对 长线陈锋老师也有 那台股战略家 也很适合你 价差交易 我在长荣 六次的操作 五次的成功 已经在在的告诉你 陈锋老师 短线上的一个操作呢 是非常非常的OK的 因为我有筹码的技术 因为我有底牌的技术 我能看得懂盘中的买卖力道 到底这个主力 这个五音手 有没有机会 带领着个股呢 往上攻 往前做攻击 所以现在接下来 多方呢 冰城以下了 空方准备接商 那至于后市会怎么走 陈锋老师已经告诉你了 铁板区会不会成为 往上跳的一个跳板 往上跳 不是往下跳 我们持续锁定 每天的下午的4点半的 台股战略家 你就得到最新的消息 还没有加入我TG的 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节目时间比较短 所以但是呢 我也把我想讲呢 浓缩在这短短的15分钟之内 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 台股站在家 我们再会 拜拜